你能不能别逛街了 你都失业大半年 你什么时候找工作 工作也不是我想找就能找到的 而且我不都跟你说我要去外贸上班吗 去外贸上班 你上个月就这么说的 结果不是天天玩吗 而且开药全是从我这厨 你又没有考虑过 看你什么意思呀 不就从我花你钱了吗 你们俩人都一个样 女生你先冷静一下 要不我们找个地方分开聊一下吧 你俩为什么吵架 她都失业大半年了 不应该快来找下个工作对吧 结果呢大半年她天天在外边玩 我跟她上来找工作她也不去 你要是嫌我花你钱了你就直说 我真好悔当初没找过有钱的对象 有钱的谁能看上你呀 你是长得好看的还是学历高吧 还有你说去外贸上班 我给你买英语资料你看了吗 首先现在没工作 不代表以后没工作吧 再说了咱俩现在也没结婚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有没有工作 你一个大男的 你说你联养自己对象的话都不敢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刚毕业一年 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 不仅要养你 还要给我家里寄点 我就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每个月给你妈赚钱呢 是咱俩在一起生活 我不是你跟你妈生活 我跟我妈记 是为了让她知道这二十年没白养我 以后买车买房都能用得上 但是给你呢 不结婚这钱就打水漂了 结婚 你就觉得这个钱是天洁地义给你的 记不住我一点好 不是你 你都说了没结婚我没资格管你 那既然这样 以后所有的生活开销我不管了 你说你这样不工作 确实她压力也很大 要不你们单独聊一下吧 我问问你能不能找工作 我现在压力很大 车房子都是以后我们要面对的 你不能把所有东西压在我一个身上 那我一个人努力吧 我也跟你明确一点 我现在就是不想找工作 你要是觉得压力大 那咱俩可以分手 你认真的吗 不然呢 你压力大是你自己没有能力 连自己女朋友都养不起的人 我跟你在一起有什么未来呢 行 分手吧